原住民族人到都市打拼 虽然春节不是原住民族的节日 但许多族人都会趁着连续假期返乡 虽然过年遇到公司需要留守的情况 还是会抽空西架带券返乡 像我过年我都会带 因为我两个孩子都读大学 我基本会带他们回去 看看我刚才打阿嬷尽可能 因为工作移居到北部的族人 生活不易 忙碌工作了一年 到了春节期待回到部落跟家人团聚 陪老人家过年 因为离乡背景一年了 难得过年我就会准备回去 休息几天陪陪家人 对于乍到北部的秀勉来说 由于修改衣服的工作 在春节期间订单接不完 过年必须留在北部工作 无法回娘家团聚 那是因为我嫁到外省人 因为他们外省人有外省人的习俗嘛 那原住民有原住民的习俗啊 那外省人他们比较注重说 有过年的气息 那像原住民就比较没有 因为现在工作比较忙 所以就比较没有办法回去这样子 春节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放假回乡 不过还有族人为了讨生活过年 还是要工作 记者蜀奈陈天市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指看的 Rot 暂时 鸑